欢迎回来感恩大家点进来我的视频 今天我们来做日式午餐肉通心粉 希望大家会喜欢 记得要收藏食谱了 不然滑走怕你找不到我了 日式午餐肉通心粉 材料有通心粉,午餐肉,杂豆,蒜末,日式咖喱块,蘑菇 通心粉我家里剩下这些就煮它了 日式咖喱块有多种口味和辣度可以选择 今天我用这个牌子选了最辣的 放心哦 日式咖喱其实一点也不辣的 锅内倒入水 加少许盐和食用油 水开后倒入通心粉煮大约10分钟 煮软就可以了 煮软的通心粉捞出备用 蘑菇倒出洗净切片 午餐天剪成小片 把咖喱块从包装盒取出备用 炒香午餐肉 炒香午餐肉 倒入蘑菇 倒入蘑菇片 炒香午餐肉 倒入半碗水 下咖喱块 我这里用了两片 煮至咖喱块融化 把部分咖喱午餐肉盛出 锅内剩少许酱料 倒入通心粉 炒匀炒香 通心粉会吸收咖喱汁很香呢 摆盘炒香 摆盘了 好香哦 可以开吃了 可以开吃了 日式咖喱这样做 两片日本咖喱块 就能够做好一盘通心粉 还有午餐肉咖喱可以配饭吃 日本咖喱味道很浓郁 美味可口 一点也不辣 很适合全家人食用 有洋葱也可以炒香一起焖煮 味道更佳哦 还有我的食谱 有双语版本 每天中午12点会上传中文版本 而晚上8点半上传英文版 欢迎大家关注收藏食谱了 我的youtube有三千多个食谱 一定有您喜欢的食谱哦 不懂要煮什么就翻一翻 看看找灵感吧 喜欢烹饪的朋友 不妨考虑关注我的频道 有更多美味食谱哦 如果可以 请给我一个赞 是给我最大的鼓励 感恩大家 希望大家喜欢我今天的食谱分享 还没关注我的朋友 要关注了 不然真的怕你找不到我了 日式咖喱的主要成分是 姜黄粉 川花椒 八角 胡椒 桂皮 冰箱和盐碎籽等含有辣味的香料 其能促进唾液和胃液的分泌 增加胃肠蠕动 增进食欲 美国癌症研究协会指出 咖喱所含的姜黄素 具有激活干细胞 并抑制癌细胞的功能 对心脏病患者来说 咖喱中的姜黄素 能够防止病逆转心脏肥大 从而恢复心脏功能 我的频道里还有更多美味的简易食谱 有兴趣的朋友记得也要去看看了 我每天都会分享美味食谱 不要错过了 谢谢观看我们下一个视频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明镜与点点栏目